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 眼睛尾掌上下眼皮 轻轻地碰触 睫毛轻轻地相处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 轻松地比起来 然后我们就舒舒服服地坐 我们采取自己感觉 坐下许了 可以坐得久 不容易算笔马通的坐姿 哪一位想担盘就担盘 哪一位想散盘 我们就散盘 或者哪一位想坐椅子 也可以 我们都没有勉强的 现在我们也不管桌子 好不好看庄不庄不庄严 我们先以 失敌跟失败为主 失敌就是 觉知正念的意思 失败 有最少三个意思 就是轻松舒服 慢慢来 简简单单的意思 然后如果我们坐到一段时间 那里有出现 酸酸麻麻的感觉的话 我们也可以再调整 可以换桌子 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遍 全身 我们的肌肉 从头顶到脚底 哪里紧绷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就调整 调整 把它放轻松 慢慢来 现在是放松的时间 所以现在我们都没有跟任何人比较 我们先轻松舒服的做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的肌肉 我们来从头部 开始观察 每天的肌肉 也分轻松 每天的肌肉 也分轻松 每天的肌肉 嘴巴 嘴巴 脸边的脸颊 也都放轻松 其实我们脸上的肌肉 就从我们闭上眼睛 开始 如果我们真的 微微笑一下 让我们脸上的肌肉 更加轻松 然后我们来观察 进步 哪一位 正在低头 静坐的话 如果我们知道了 就调整一下 因为 低头 静坐 会让我们容易浑沉 容易 打瞌睡 两侧 肩膀 手臂 手腕 手掌 直到我们 都完全 放轻松 胸部 腹部 背部 尤其是我们的背部 尤其是我们的背部 背部 是刚刚好的 挺直 就是没有太直 也没有太怂 腹部 也放松 也放松 腹部 两只脚 大腿 大腿 小腿 直到我们 都完全 直到我们 都完全 放轻松 都完全 放轻松 都没有关系 轻松 舒服 的做 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来 观察一遍 全身 全身 的肌肉 从 头顶 头顶 到脚底 现在 都是空心的 假设 假设看看 都是空心的 里面 都没有任何 内脏 当我们这样想 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感觉 身体 已经变得很轻 然后 当我们 呼吸 的时候 也感觉 更 顺畅 然后 我们来 深呼吸 两 三 下 增结 我们 轻松 舒服 感 我们 一整天 要 满 动 满 喜 身体 可能 感到 疲倦 心里 可能 我们 感到 疲倫 我们 就以 神 呼吸 来 让 我们的 身心 更 解 轻松 我们 我们 来 又 神 又 神 又 神 神 然后 再 慢慢 得 突 心 再一次追神 追神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的吐气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 感觉好像我们正在吸收 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 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觉 我们把内内在的真正 所有的感觉 一些的压迫感 全部都排出来了 连一点点的负面的感觉 都没有留在里面 全部都排出来了 再一次追神 追神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的吐气 现在我们的体内 只有轻松 失败的感觉而已 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 现在自己感觉 感觉好像正在 在山顶那里 一个人坐着休息 因为是休息 所以我们先不管 外在的人 是物是怎么样 我们暂时不管他们了 现在是属于我们放松的时间 是我们休息的时间 坐下来 感觉好像我们正在心上 我们享受 享受 周遭的 大自然的美丽 有微风 慢慢的 吹过来 我们感觉轻松 我们感觉轻松 失败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 所有的负担 一切的挂碍 全部都可以放下来 全部都放下来 我们也可以 跟外在的世界完全 永远隔开 我们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来 那些让我们的心 感到极其福福的念头 我们就放下来了 身体放松 心中放下 我们可以感觉 只有静静的坐 蜜蜜 舒服感 会慢慢 慢慢的涌现上来 失败失败的感觉,就会慢慢出现。 我们对这种来自宁静的快乐感到满意, 所以我们就维持这个轻松、舒服感、失败失败的做。 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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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给一切众生 我们静静地动念我们的心 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展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阶停 再扩大 到全世界 整个宇宙 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 那个众生 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 能够离苦得乐 那个众生 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切众生 彼此相爱 如同胞一样 我们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疫情 多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化 法身的阶停 有清净的身 口意 众生 行善 一点恶业都不要去找 也愿我们只交善友 没有交任何损友 愿离一切恶人 愿我们色身才 潜才 能力才圆满 方便修功德 波罗蜜 也愿我们身体健康 长寿 智慧圆满 早日征得 内在的法身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供养 给每一准证 等证证 学佛陀 每一准 辟知佛 每一准 阿罗汉 供养 给我们每一位法身 法门导师 有隆布祖师 拥护 拥护他们 所有法圣 师父 赞 老奶奶 等 恩导师 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回向 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然后 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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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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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 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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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kang Pantamissapaso Sapaputhanupavena Sapathmanupavena Sapasangkhanupavena Sathasothi Pavantu Te 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 互相随喜功德 Sathu 我们继续听个案研究 昨天我们讲到Tip的个案研究 Tip 17岁就来接触法身世 然后他30岁而已 就发生意外 往生了 所以短短的时间 他往生后去哪里 等一下我们再来了解 我们先看 昨天讲到Po 是他的朋友 今天我们来讲Zhud Zhud他分享一个经验 就是说 有一天他正在看书 然后他就 他哈哈大笑 Tip就来看 在做什么 为什么他哈哈大笑 Zhud就跟他说 这个是 你一起来看 你一起来看很好玩 你一起来看很好玩 Tip就跟他说 我不行了 我不想你有那么多时间 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去开车 我要去建立新的寺院 没想到他讲 没想到他讲这句话 他讲这句话 我不想你有那么多时间 真的不多这个时间 然后Zhud就 联络人 时间过了几个小时而已 联络 人就打电话给他 然后就跟他说 在心里面 是写说 Tip是在下午两点往生 你去确认一下 这个是真的吗 大家还记得吗 昨天我们跟大家讲过 发生车祸是在早上十点 但是医生诊断的是在下午两点 他死亡 记得吧 所以Zhud就写这个研究 写说 他是下午两点往生 但是联络人就跟他说 你确认一下是真的吗 Zhud就跟他说 对呀 医生是这样怎样 然后再过几分钟 他又打电话过来 就是 联络人请他来问 你打电话去问 在场的人吧 他是不是 下午两点死 是真的吗 他打电话去问 在车上 有一个男生 那个男生就跟他说 其实啊 一旦车撞在一起 我就看梯子都没有动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龙屁他补充 当车撞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像类似这样 就是车的前面 就会一直往里面 就是被压 然后呢 方向盘也会沉到他的胸部那里 大家醒醒看 所以问车上的人呢 他们就会说 他们认为 是早上十点死的 然后等一下 他们在跟大家讲 这个时间点 跟个案研究有什么关系 那当他写完 就是摘录下来一部分的那些图片 就是摘录下来一部分的那些图片 如果大家学习过其他的个案研究 我们就会发现 当人往生了之后 虽然已经知道了 怎么做 就是学习 他们曾经听过其他人的个案研究 但是当轮到自己 有的人可能要花时间 才可以意念到功德 有的人要先去绕色力塔 但是Tip呢是怎样 他死的时候 他都没有躺在病床上 都没有意念到什么功德 但是他的心呢 时时刻刻一直在想 我怎么修功德布罗蜜 现在他的任务 就是去完成建立 新的寺院 罗伯说当他往生之后 马上 随从 很多随从来迎接他 马上不需要再意念到什么功德 这是来自什么功德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 他当其他人的善知识 大家还记得吗 昨天罗伯讲的 就是联洗盘的时候 也会打电话鼓励居士们 跟他们讲佛法 而且他的心就一直在发愿 要到 都率率天特殊工德权 目标很清楚 然后天保车也来等他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正确的方法是正确的方法是怎样 然后就去绕 马上到法神寺那里 去绕色力塔 当绕到一段时间 所有的功德来集聚在身体的中央点 然后就会让他马上变成天难 因为持八戒的关系 从十七岁 持到三十岁的关系 伦破还跟我们讲说 当他回到多岁天特殊功德学院的时候 他有两种感觉 第一个就是很乏喜 哦 没想到我做的功德 会有产生成这样 很乏喜 但是另外一种感觉呢 就是很可惜 还没有完成任务 可惜 没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修功德波罗密 然后 人保说 他就用天眼 来看 东京中心那里的 隆毙跟居士们 现在是怎么样 隆毫说 他的天眼很特别 比一般的天人还要亮 然后隆毫就说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讲的 那个族写个案研究的时候 他都没有想这一点 隆毫说因为 他每一天 都点灯 供养三宝 这一点 个案研究没有写 但是 龙坡知道 而且大家刚才有发现吗 龙坡说 一旦发生意外 天宝车就怎样 来等他了 就表示 早上死点 他死了 就怎么样呢 一旦撞在车撞了 他们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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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天人很难过 龙坡说 龙坡看一位 一个节目 我去访问 我去访问那里的龙坡 他说虽然知道 要怎么做 但是当 Tip 离开人世间 他也会流眼泪 因为一直在一起 修功德波罗蜜 五年的时间 他也会难过 Tip 看到这些画面 他就感到生命是无常的 不是难过 感到生命是无常的 然后也希望 所有的龙坯 还有那里的局势 也不要为他难过 要知道 这个是因为 他显示的业的关系 你看 心的天然 多么庄严 然后呢 是什么业 才会让他 今生短命 而且 身为女生 这个应该不难 猜测 他身为 军人 军人杀了很多人 而且 他这样在那一生 也长得很英俊 长得很英俊 就是吸引了很多女生 然后就犯了第三条戒 这两个月 今天时间过一点点 因为剩下一点点而已 当他往生之后 我们就在 在泰国 泰国那里 一所寺院 办 桑事 那个时候 法尖寺还没有 在寺内 办 这个桑事 是要在外面的 寺院办 然后 我们有几张照片 给大家看 当天的 桑事 是怎么样 你看 这个是法神士的体质 好像佛法队伍的战士 他在战场 打仗到死了 就感觉 大家都怎么样呢 这很难得 要随时他的功德 龙泽也 为了 为了 赞扬他 在世 积极的 修功德 布鲁蜜 所以就给他 这个 体质 来 扑在 这个 棺材上 然后 更法律的照片 就是 你看 谁来参加 桑事 哦 龙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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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摩 跟龙泽 托多 发生 师父 跟 师父 也会 来 山 下 他 得 桑事 三 四 水 的 少女 哦 龙泽 亲自 来 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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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有 很多 很多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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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来 送他 要有很多很多知识来随使他的工德 各位 你们知道了吗 为什么我们听了他的科安研究 要马上募款 帮他做一准适适 把工德回仙给他 真的值得随喜功德 大家知道吗 刚才能必说 心的天然 感觉可惜 没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修功德波罗蜜 但是那个机会 我们现在有 大家不要说过 修更多的修功德波罗蜜 今晚能必祝福大家 祝大家神仙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得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见 咱们